汉长者PK先把九宫格灯光彩熄灭的人获胜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动作有些不协调 看起来运动量可得再加强 台北高龄健康前瞻中心正式成立 柯P特别前来参观设施 分享使用心得 他会不会那么无聊 对啊 不会那么无聊 有时候前面就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target让你追 台湾高龄人口急速攀升 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 已占全人口的18.8% 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为了让长者能活得久又活得健康 北市府整合卫生局 社会局 教育局 体育局 及台北市立大学 利用学校的现有资源 建立适合影法族训练的教案 我记得我上任的时候才14% 所以也就是说在短短的8年之中 我们台北市的65岁上 人口增加超过10万 市立大学它又有教育学院 又有体育学院你知道 那又是老师教授多 学生多你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类似智库的东西 还有一个示范中心 位在台北市立大学 天母校区的高龄健康前瞻中心 以服务整合 培训增能 资源转介 教材共享 创新时政等策略 发展创新多元健康促进服务模式 全方位部署高龄健康政策 打造健康长寿城市 希望落实联合国在地老化 与健康老化的目标 记者邮湘亭台北采访报导 所有人都经营了 没有 没有 感谢观看